大家好,繼續回到我們下午的《人民必達環節》 歡迎家庭觀眾有任何問題可以隨時打電話來 電話熱線204-6566,又或者繼續發電郵給我們 我身邊的嘉賓就換了我們研究部的分析員 譚志樂先生在旁邊,Anno你好 不如先聽聽電話,黃小姐在旁邊 你好 你好 我想問861,年次會不會上12.2 12.2 是你的買入價嗎? 我買12.4 好,現價861來說 神州數碼是11.74 暫時都沒有升跌,可否回家鄉還有這些位置呢? 看股價的走勢,或者看近期來說 看到跌勢都比較明顯 但基本因素,不要看得太差 因為始終在講這些IT行業 相信未來這幾年,中央都會陸續有政策扶持 去發展IT行業 所以整體仍然不跌穿之前的低位 11.38的話 暫時可以繼續持有 短線暫時的反大目標 當然是10天線12.2 這些水平 但我自己看回 其實只要不跌穿11.38 我覺得仍然可以繼續持有 以後市來說 可以看回13元左右這些位置 才考慮沽出獲利 好嗎?黃小姐 我希望你覺得是否正確是否會 對 我想你不跌穿之前的低位 11.38的話 我覺得短線來說 暫時來說 都還可以持有 除非真的跌穿了11.38這些水平 否則我不是建議 我覺得未必需要立即止洩 可以暫時仲持有 短線 暫時的短線目標 就看回10天線12.2 如果你說真的可以做一些中線投資 我覺得也有投資價值在這裏 可以看看13元左右的水壁 才不顧出獲利 好,多謝黃小姐的電話先 我們下一位家庭觀眾 蕭小姐在旁邊 你好 請問3323是甚麼價位 以及390中鐵 好,兩者都未有貨 未有貨,我上次入貨 枯了這麼久未入貨 好,先看水泥股 3323中建材 今天跌超過2%,去到8.3號 之前都看到水泥股升上來 但又回到去,究竟要買的話 等到甚麼價位入 我想水泥股近期來說 始終短炒,目前都有高追的風險 始終看到近期大肆做好 水泥股都跟出了一種炒作 但始終看基本因素 水泥股方面 我自己看,未必會有太大改善空間 第一,水泥整個行業 供過於購物產能過剩的問題 我相信短期來說,很難出現解決 第二,始終是水泥衰卻 我相信除非中央宣布 一些大型的推動基建項目的措施 否則的話,我自己看回 其實這相關政策的可能性 的確不是非常之大 所以,始終在欠缺這方面的政策 支持下,水泥衰卻很難會有 大幅回升的情況 所以,始終綜合上那兩個因素 水泥價格 我相信下半年來講,都會持續疲弱 你說下半年的業績 我都不會看得太樂觀 但是如果要短炒的話 看股價的技術走勢 我都建議後回落到10天線左右 8.2左右水平 8.2左右這些水平才買入 將止洩價設在50天線 7.8這些水平 後市來說,我暫時覺得 不要看得太樂觀 就看看9元這些水平 先行獲利 好,看看中國中鐵390 這隻都應該沒有貨 現價方面,就去到3.32 暫時跌得比較多 跌2.4% 看到這些股份,今天也跌得比較多 我想中國中鐵 基建股,我自己看得比較樂觀 第一,始終 雖然我之前也提及到 未必會有一些大型的推動基建項目 但始終你說鐵路這些基建 我自己看 我想接下來會支持它 力度會越來越深 反而你說之前水泥股 始終最主要都是擔心 房地產市場仍然疲弱 令到整個需求未必會上升 反而你看到一些基建鐵路 我想接下來後市來說 在政策的支持下 會做得越來越好 而且之前也提及到 無論一些原材料價格等等下跌 都對一些基建或項目來說 成本也有一個幫助 所以整體原材料館 我自己看 前景會看得更樂觀 看中國中鐵股價的技術走勢 我建議可以後回落到 3.25元 還有這些位置買入 後市來說 我自己看可以上網到3.6元 這些水平 只要不跌穿3.25元 我覺得中國中鐵 這個公司可以做個中場善持有位置 蕭小姐有沒有其他問題 多謝 我是電鈔 我要賺少許 所以我們問你 什麼價格 賺少許 我賺少許 如果你說 譬如想賺少許 中國中鐵 看回建數走勢 都是建議 其實都是3.25元 這些位置買入 短線的阻力 可能看回3.25元 這些位置才獲利估出 後市來說 都是將指示 設定在3.25元 好嗎 蕭小姐 謝謝 剛剛聽聽阿奴分析 這些基電相關股份 前景方面 都看不太差 最主要是有政策扶持 原材料方面也是下跌 如果是中場善 你也是比較看好 如果要買的話 都可以建議 我想問你 中國藍車1766 你怎麼看 今天跌得比較多 跌超過半成 去到5.1元 要買的話 這隻會不會反而 如果那個值得率高一點呢 我想 始終中國藍車的情況 又有少少不同 第一 始終 雖然說鐵路投資 不斷地增加 沒錯 始終對他們訂單等等 會有機會大幅回升 但畢竟說這間公司 過往在那幾年來說 鐵路發展的確是非常之強勁 令到中國藍車的股價的升勢 都非常之強勁 目前中國藍車的股值 也不算非常之大 但跟中國中鐵不同 始終中國中鐵這間公司 估值目前來說 都大約去到8倍市場的市場率 跟藍車來說 始終仍然有雙倍市場率 我相信你說 沒錯 有些政策扶持 但會不會有些訂單大幅增長 我自己看機會的確是比較不美 所以你說中國藍車 始終會擔心整個增長的勢頭 未必會做得那麼良好 所以前景上 我看得沒那麼樂觀 但始終看技術走勢來說 近期來說 技術走勢都算得略為偏差 我覺得投資者如果持有 可以暫時把止洩位置設為5元的水平 一旦跌穿就要慎防股價 有機會試前低位4.67元 後市來說 如果能成功反彈上去20天線 5.3元左右這些位置 我都可能建議考慮先行 沽出或者減遲離場 我看到之前這些鐵路股 其實都升了一段時間 最主要是炒國策方面的扶持 或者加大一些基建的相關投資 我提到這麼多訂單或項目 其實有沒有錢去做這些項目 他們的負債水平又高不高 始終做這些基建項目 其實中國中鐵或鐵路部 其實負債水平目前都非常高 但是看過往這半年 始終中央 無論鼓勵他們發債 或者融資計劃的支持 都會確保他們的資金渠道上 都有足夠的資金發展規劃 這些鐵路等等的發展 所以整體而言 在負債上面 對他們的擔心不算太大 再加上說 其實你說接下來中央 相信接下來你說再進一步加息 我想可能性的確是非常小 反而可能會透過減息 或者寬鬆一些貨幣政策 去幫助刺激化學經濟 這個情況下 對他們的負債等等的負擔 都有一個幫助在這裡 所以整體而言 沒錯 我說這類型的股份 可能負債的確是比較高的 但隨著內地目前來說 行寬鬆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對這些股份來說 可能暫時來說 反而是一個利好的因素 之前看到中國藍車 在較早的時份 都發債 集資成150億人民幣 會不會擔心到 其他股份都有相關的集資行動 你說始終在看 沒錯 看到中國藍車近期 股價做得比較差 最主要是說 目前要發成150億人民幣債券 其實沒錯 他們的確會有集資的壓力在 但你說像國基 好像中國中鐵等等 我自己看相關的擔心 始終未必會太擔心 因為近期中央的確有些政策 迫寶銀行會預備一些資金 給他們發展的基建鐵路項目 而融資的利率 可能始終都會低過發債的成本 所以整體原言 我自己看中國中鐵等等 這些基建項目 這些鐵路的基建項目等等 好像中國中鐵和中國鐵建等等 我自己看後市來說 我始終不會太擔心 他們會出現一個大型規模的配股行動 反而你說始終藍車等等 可能相關的風險 就會比較高一點點 好,謝謝Anno 我們講完這個板塊 都跟進一下基建相關鐵路股表現 中鐵建方面,下跌1.5% 跌超過2%報6.69% 中交建跌6%報6.38% 中國中鐵跌超過2.4% 跌8%到3.32% 而中國藍車跌超過半成 最新報價5.1% 藍車時代方面跌超過2%報21.3% 看完這個板塊來說 不如轉轉話題 收到家庭觀眾張先生的電郵 我想問你 就是308港交所方面的情況 他說大約在高位有貨 現價方面跌超過2% 最新是118.8% 先問你,可不可以回到高位 雖然他沒有提及他的賣入界 我想了解前景 廣交所看到 近期來說,這兩個星期 升幅非常厲害 最主要始終,大家都看到 大市的成交金額都顯著回升了 始終在說 目前環球股市有一個轉好的跡象 看不到 其實港股來說 每天的普遍成交交額 都由之前的400多億回升到500多億 甚至如果那天有利好消息 看到成交金額都在到700多 甚至800多億 這個情況對港交所來說 的確有一個利好的作用 但是如果短線的話 始終都會擔心 近期來說,畢竟說股價 從近期來說,100元左右的水平 升到120多億 短短在這兩個星期 都累積升幅近近20% 是非常之多的 以短線來說,都會有高追風險 但是長線仍然的話 我覺得目前仍然可以繼續持有 畢竟如果說 在一些高位都持有這麼久 我覺得一天未跌穿 100元這個水平 我覺得暫時來說 仍然可以做一個中長線持有 我相信100元這個支持 都會相當比較硬正 不跌穿的話 如果說慢慢等它回家鄉 一旦A股都轉用的話 我相信接下來 港交所的確有機會再展開一輪星勢 你說短炒的 將止洩位置設定在10天線 114元 只要不跌穿的話 我覺得暫時來說 仍然可以繼續向上網 短線來說 可能上網130元 這些水平 好,看看相關的報道 講到港交所方面 其實近日都是獲得資金的流入 過去五個交易來說 股價累升就一乘二 而期間 每日的平均成交股數 達到1,116萬股 比起過去半年 平均每日的成交 410萬股 都是高出成1倍7 大家可以留意 講到港交所 不如說一下大事方面的情況 成交金額方面 暫時這一刻就達到364億 大事來說 反而要跌了 跌是239點 跌步20601點 我先問你 看到各大央行方面 加上日本也進入放水行列 但似乎中國方面都未動 我先問你 港股方面的勢頭 還有甚麼因素要留意 至少看港股 近期來說 升勢非常強勁 主要是你之前提及到的原因 無論歐洲、美國、日本、央行 都出了手舊股 但始終看到今天 整個恆指跌下來 最主要原因 始終是A股仍然比較疲弱 A股平日主要原因 都是中央方面 仍然未有一些措施舊股 所以你說一天A股未有轉機的時候 或者看到一個上升洗頭 我想說港股來說 短線來說 很難會做出一個比較大的反彈 但看技術走勢來說 我自己看回了 你說朝恆指一天 吳截穿十天線 還有20,400點左右的水平 我覺得後市來說 仍然可以上網21,000點的水平 21,000點 麻煩你Arnold 不如聽聽曾先生的電話 你好曾先生 兩位主持人好 你好曾先生 因為我看到人壽最近 都很詳細地一路飆升 但是又已經升了一大全 那張追落後 就看看1336的新華人 新華保險 是 昨日飆升了 今天會議下單 看看可否追入 和前景短題 好,先報價 1336的新華保險 最新跌4%那麼多 去到21.9 2628 國壽亦跌1.8% 報22.4 兩者來講點分析 我想你回顧內險股 今天最主要的跌勢比較靈賴 最主要是A股方面 走勢仍然比較疲一 但這方面我自己看得未必太擔心 我相信未來中央都會有一些政策 有機會出台 會刺激回到A股會勝 到時候我相信內險股 表現都可以夠為優勝 但始終兩隻是一隻 我都會選擇角色為主 第一,說的是新華保險 其實之前市場 一直都認為 他們未來的保單增長 會表現得比較亮賴 但實質上 你在中期業績都看到 的確是令人失望 而且目前負債的負債 比率的能力 其實目前都不是非常好 都會擔心雜資的行動 見到新華保險 今天A股 直接跌了7.6% 後市來說 都不會看得到大概落寬 看到股價的技術走勢 目前都是一個反覆沉底的格局 一旦後市再進一步跌穿21元的水平 不排除會有一輪新的股額 所以兩隻和一隻 我都會選擇2628為主 看2628的股價的技術走勢 沒錯,今天的確是由高位23.5元的水平 跌了下來 但後市來說 我建議可以考慮在22元的水平買入 將止市價設定到21元的水平 我覺得中期後市來說 我覺得後市來說 可以上網24元的水平 好,謝謝Ano的分析 也很感謝曾先生你的電話 記住有東西想問 我們可以隨時打電話來 電話熱線 204-6566 又或者繼續傳電話給我們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都是我們的直播環節 家庭觀眾不要走開了